接下来来看考点三 国际税收第一免制度 这个考点是相对而言非常重要的 之前也给大家强调了 从17年国际税收加入到我们税法二的教材中 到19年 此处每年都考核了一道八分的计算题 所以同学们对于这个考点 我们要按照计算题的要求来做准备 首先来看 减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 现在我们普遍采用的是抵免法 除此以外 国际上居住国政府也可以选择采用免税法 税收扰让扣除法和低税法等方法 但是现在普遍采用的是抵免法 所以咱们接下来的任务 主要就是学习我国税收抵免制度的抵免法 首先来看抵免范围 那要抵免的话呢 包括居民企业它可以抵免 非居民企业呢 也可以抵免 可以抵免什么呢 来看看 居民企业它可以就其取得的境外所得 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境外所得税性质的税额 都可以进行地面 注意居民企业直接缴纳的间接负担都可以 而对于非居民企业呢 它在中国境内设立了机构藏所 可以就其取得的发生在境外 但是与其境内这个机构藏所 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直接缴纳的境外所得税性质的税额进行 抵免 居民企业直接缴纳 间接负担都可以抵免 而非居民企业只能抵免直接缴纳的 接下来我们抵免的话呢 有抵免限额 这个抵免限额呢 就是扣除就其外国来源所得缴纳的 外国税款的最高限额 这个限额也不超过 即外国来源所得 按照本国税法规定的 适用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为限 什么意思呢 这也就是说 你从国外取得了多少所得 假如说是一千万 现在呢 这一千万假如说是从境内取得的 按照我们国家的税法规定 咱们国家企业所得失利25% 那假如说这一千万就是在境内取得的 所以按照国内的税法 您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是250万元 那么这个抵免限额就是250万元 那你在国外交了多少呢 假如说在国外交了200万 好 所以能抵免多少 那能抵免的就是200万 那如果说在国外交了300万呢 交了300万你能抵免300万吗 那就不能 那能抵免多少 因为抵免限额是250 所以在国外交了300万 那么能抵免的就是250万 那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怎么办呢 你看在国外交了300万呀 不超过了50万吗 这50万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 用每年度抵免限额 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 在接着抵免五年内的期限 接下来看抵免办法 包括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 直接抵免就是针对我们在境外 直接缴纳税款的抵免 它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 那分支机构它具有单独的法人资格吗 不具有 我们的总公司呢是在境内的 这个分支机构它在境外 它要生产运作要挣钱 那么它在境外挣的钱 也就是营业利润 是不是得向境外这个国家来交税呀 在境外所缴纳的税款 这是直接缴纳的 可以进行直接移民 第二个 我们没有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我们可以对外进行投资呀 我们可以从境外取得股息 红利等权性投资的 我们可以把钱借给境外的某家企业 我们可以取得利息 我们可以对外出租 取得租金 我们可以把专利给境外的某家企业使用 我们取得特许权使用费 我们可以把境外的财产进行转让 取得财产转让所得 那么这些所得 我们从境外取得的呀 我们在境外有分支机构吗 没有 所以按照境外这个国家写索的税法的规定 它要完全扣缴我们的索的税 也就是预提索的税 这个索的税也是我们取得索的 所直接缴纳的索的税 所以是可以进行直接抵免的 这是两种情况的直接抵免 接下来 间接抵免 那间接抵免 它针对的是我们在境外间接负担税款的抵免 那什么叫间接负担呢 那也就是不是我们直接缴纳的 怎么就间接负担了呢 它主要谈的是我们的子公司 我们的孙公司 还有曾孙 玄孙 来孙 最多是往下算五层 这些公司它是具有单独的法人资格的 它在境外它生产运营 还要挣钱 挣了钱按照境外这个国家企业索罪法的规定 是不是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呀 那么他们缴纳的税款中 根据他们的分配比例 以及我们的持股比例 是不是我们就间接负担了税款呀 针对我们间接负担的税款 我们是可以间接抵免的 这个内容是最难理解把握的 咱们先通过一个小例子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来看 中国有一家A公司 它对甲国的B公司持股30% 那么这个B公司它在甲国就是具有单独的法人资格的 它要生产运作 它要挣钱呀 假如说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2000万 那是不是得向甲国交税呀 假如说甲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0% 那么它挣了2000万就得缴纳企业所得税600万 所以税后所得那就是2000减600 1400万 假如说B公司它把这1400万宗的一半对外进行了分配 问题来了 我们A公司能拿到多少钱 它要把1400万的一半对外分 那也就是700万 我们拥有持股比例30% 那就代表着我们能拿到的是210万 1400乘以50%再乘以30% 是210万 关键问题是这210万是我们从甲国挣的呀 我们从人家国家挣了钱 人家国家是不是得给我们收点税钱呀 那因为我们没有在他们国家设立机构藏所 所以呢甲国要对我们的这笔锁得源泉扣角 预体锁的税多少 假如说预体锁税率是10% 所以预体锁税就是21万 那么我们A公司实际到手这个股息是多少钱呢 也就是税后 那应该是210万减去21万 也就是189万 好了 咱们来思考一下同学们 我们取得到手189万的股息 我们实际上负担了多少税款呢 包括我们直接缴纳的 包括我们间接负担的 我们一共负担了多少 那首先我们直接缴纳的就是这21万呀 我们从境外的B公司取得股息 被源泉扣角了21万 这是我们直接缴纳的 那间接负担的呢 就是不是我们直接缴纳 谁缴纳的 是我们的这个子公司B公司缴纳的 他缴纳了600万呀 这600万宗我们间接负担了多少 因为他有一半又一分配了 我们的值负率30% 所以我们间接负担的就是 600的50%再乘以30% 有同学就纳闷了 说老师 你看他缴纳了600万 我们值负率30% 那我们不就间接负担了600的30% 是180万吗 你这怎么还成了个50%呢 为什么 同学们考虑清楚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 我们取得股息到手189万 我们间接负担了多少 我们到手的股息 谁要去考虑它的分配比例的呀 所以这块要乘以50% 你别把它丢 或者咱们换一个方法来理解 同学们 你想一下 假如说整个过程都不需要交税的话 看看我们股息能到手多少钱 来看 他挣了2000万 假如不用交税 是不是他把一半都对外分了 那他要分多少钱 是不是2000的一半 就是1000万 他分1000万 我们拥有30% 所以我们能拿到多少钱 那是不是就是300万呀 所以整个过程 如果都不需要交税的话 那我们能拿到的是300万 而现在呢 整个过程是不是需要交两次税呀 交两次税 交完税以后 我们到手的是189万 所以你说跟这个300万差多少 是不是就是111万呀 这111万 就是我们整个过程所负担的税款 189加上111就等于300万 这个300万 其实相当于就是税嫌的 111万的税款 就包括我们直接缴纳的21万 加上我们间接负担的90万 合起来就是111万 这样投司们就清楚了 知道这个间接负担90万 咋来的 它是 子公司所直接缴纳的税款600万 乘以它的分配比例50% 再乘以我们的持股比例30% 都来了 好了 直接缴纳的间接负担呢 咱们都分析清楚了 是不是 接下来呢 咱们就详细的来说 什么是直接地面 什么是间接地面 具体如何进行地面 现在看直接地面 从2017年1月1日起 皆可以选择分国不分项 或者是不分国不分项 来计算其来源于境外的 因纳税所得额 并分别计算其可抵免境外 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 上次方法 一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 那你做题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看清了 是分国不分项 还是不分国不分项 看题目 居民企业假企业 2021年度境内 应纳税所得额为3000万元 先不考虑境外的 单独的来考虑境内所得3000万元 应纳税额是多少 那就是3000乘以25%等于750万元 再来单独的考虑境外 该公司在A国设有分人机构 A国分人机构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是600万元 其中生产经营所得500万元 退权使用费所得100万元 500加100合起来就是600 再来看生产经营所得 它适用的当地企业所税税率是20% 那也就代表着生产经营所得500万元 它在境外交税接着多少 那就是500乘以20%等于100万元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100万元 使用当地企业所知识率是30% 所以这100万元在境外交税交的是 100乘以30%也就是30万元 所以两笔所得一共是600万元 在境外交税交的是130万元 它说假企业选择分国不分项来计算 其来源于境外的应纳税所得 分国现在境外只有一个A国 不分项那就代表着生产经营所得 和退权使用费所得不需要分开计算 抵免限额 所以咱们合起来 在境外取得应纳税所得额600万元 计算一个抵免限额就可以了 那就是600乘以我们境内的 企业所税率25% 得到应缴纳企业所税是150万元 这也就是抵免限额了 来看一下 它在国外交的是130万 而按照我们境内企业所税法 最近计算应纳税额是150万 根据多不退少要补的原则 现在是不是要补税20万元呀 所以我们加起2021年应在我国缴纳企业所税是多少钱 那就包括境内的所得应纳税额750万 加上境外的所得要补税20万元 合起来应在我国缴纳的是770万元 这是第一个方法 根据多不退少要补的原则来进计算 还有第二个方法 咱们根据抵免限额来进计算 看看境内和境外的所得一共是多少钱 一共是3000加上600呀 所以这3600万元 按照我们国内的税法 我们应该交税是多少钱 3600乘以25% 也就是900万元 900万元是不是有一部分可以抵免呀 抵免限额是150 而我们在境外交的是130 所以现在可以抵免多少 实际抵免额那就应该是130万元 所以拿着这900减去130万元 那么在境内一共要交的就是770万元 也可以两个方法 结果是一样的 这道题我们应该选择C选项 再来看一个 加企业为在我国境内注册的居民企业 2020年来自境外A国分支机构的 以纳所得税额因超过抵免限额 尚未扣除的余额是1万块钱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5年内 接着来进行抵免呀 2021年取得境内 以纳税所得额是160万元 来自A国分支机构税后所得是20万元 在A国以缴纳企业所得性质的款项是5万元 看好了 这20万元是税后的 交税交了5万元 那也就代表着税前所得是多少钱 税前应该是20加上5 也就是25万元 那我们可以根据税前的所得 来计算一个抵免限额呀 抵免限额它就应该等于 税前的所得25万乘以 我们国家写所得税率25% 所以抵免限额算出来就是6.25万元 它在国外交税了多少 交了5万元呀 那抵免限额6.25是大于5万元的 说明什么 说明它回国要补税吧 补税补多少 应该补1.25万元 但是问题在于 它上年是不是还有余额1万块钱 可以接着扣啊 所以本来要补1.25的 你在减去之前留下来的1万元 是不是补0.25万元就可以了呀 这是境外所得 我们回国以后要补的0.25万元 那境内应纳税所得额160万元 它的应纳税额是多少 那就是160乘以25% 也就是40万元 这是境内所得应纳税额40 再加上境外所得要补的0.25 合起来在我国应该缴纳的企业索税 那就是40.25 那还是A选项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2018年的这道计算题 看看同学们会不会 我国境内某机械制造企业 使用企业索税税率是25% 2018年境内产品不含税 销售收入呢是4000万 销成本2000 讲到税金级附加20万 销售费用700万 其中广告费是620万 他谈到广告费想说什么 广宣费是有扣除比例要求的呀 咱们需要去计算一个扣除限额 那广宣费的扣除限额是 销售收入的15%吧 4000的15% 那也就是多少是600万 扣除限额是600万 而现在广宣费是620万 说明什么 说明快上会多扣20万元 那我们就需要进行 纳税调增20万元 管理费用500万元 财务费用80万元 没有特殊事项的 那就说明可以扣的 取得境外分支机构 税后的经营所得9万元 分支机构所在国 解锁税率是20% 该分支机构享受该国减半征收 所得税的优惠 那就代表着实际的税率是10% 那他告诉了我们 税后的经营所得是9万块钱 那税前的是多少钱呢 咱假如说税前的是X 那交税交10%就是X乘以10% 所以税后就是9万元 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税前的 所得X求出来 可以啊 那就是9除以1减去10% 可以得到税前的是10万元 那就代表着交税交多少钱 交税交的是1万元呀 10减去9就等于1万元 好 境外的 税前的经营所得算出来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计算一个 抵免限额呀 抵免的限额那就等于 税前的所得10万块钱 乘以我们境内的解锁税率率25% 那就代表着抵免限额是2.5万元 也就代表着回国其实要补税呀 因为它在境外交的是1万元 而按照我们国家解锁税的规定 应该交的是2.5万元 所以啊 根据多不退少要补的原则 这笔所得回国要补多少税呀 补1.5万元 咱们就分析出来 看题目 第一问 该企业2018年来源于境外的 因纳税所得额是多少 咱们刚才已经算过了 我们拿着税后的9万元除以1减去10% 因为它给了境外的解锁税率是20% 但是又谈到了减半的规定 所以11税率是10% 9除以1减10%就可以了 有同学看这个式子呢 有点别扭 如果你觉得别扭的话呢 你就像我一样 先假设一个位置数 税前的是X X减去X乘以10% 就得到税后的 你把这个X求出来 这样的话呢 看着更舒服一些 也可以 第二问 该企业2018年境外所得的 抵免限额是多少 境外所得10万元 咱们算抵免限额 那就乘以 境内的企业所属失利 就可以了 抵免限额是2.5万元 但是而必选项 第三问 该企业2018年来源于境内的 因纳税所得额是多少 那咱们可以算出来呀 他其实把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辅加 销管财 全部都告诉你 你直接一加一减 就完事了 还有一个特殊的 广宣费 咱们刚才算了 要进行纳税 调增20万元 所以得到来自于境内的 应纳税所得额是 720万元 答案是必选增 第四问 该企业2018年实际 应缴纳企业所税是多少 那就包括境内的 包括境外的 境内的 应纳税所得额 720万 乘以25%的税率 然后再加上境外的 境外的 所得税钱是10万元 乘以25%的税率 或者是你拿境内的所得 720万 加上境外的合起来 这是境内外总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25% 也可以 境内外合计的应纳税额 然后呢 要减去 抵免的部分呀 我们可以抵免多少 因为它在境外 已经交了1万元了 所以可以抵免1万元 最后得到 应缴纳的是181.5万元 这是根据抵免限额 来定计算的 或者你用第二个方法 根据多不退 少要补的原则 也可以 先去计算境内的应纳税额 是720乘以25% 然后再去单独考虑境外的 多不退 少要补 因为在境外交了1万元 小于我们的 抵免限额2.5万元 所以要补税1.5万元 加上境外所得 要补的这1.5万元 也可以得出来 181.5万元 这两个方法 你要注意 融会 管通 这个就好办了 好 看一下2018年 这四问 难吗 其实相对而言还好 他没有考到间接抵免的 所以觉得还比较简单 提示 由于分支机构 不具有分配利润的职能 因此 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 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 分支机构 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 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 均应记住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 因纳税所得 这句话非常关键 有的时候呢 说因为境外的这个分支机构 它没有把挣的钱汇回到中国境内 所以就不需要补税 不需要去考虑在境内要交多少税 错 因为分支机构 它不具有分配利润的职能 它是不具有单独的反资格的 所以它所取得所得 无论是否汇回境内 都需要记住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 因纳税所得 第二个 关于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税额 和不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要注意区别 哪些是不可抵免的 这块会靠文字性选择体 不可抵免的 第一个 按照境外所得税法 及其相关规定 所以错缴或是错征的 那是不可以抵免 第二 按照税收协定规定 不应征收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那不可以抵免 第三 因为少缴或持缴境外所得税 而最佳的利息 质纳金或者是罚款 这也是不可以抵免 第四个 境外所得税纳税人 或是其利害关系人 从境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了 或者是补偿了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已经返还了 已经补偿了 那就不可以抵免 第五 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理的规定 已经免征的 那不可以抵免 第六个 按照国员财政税务组管部门有关规定 已经从企业境外 因纳税所得额中 扣除的境外所得税 水框 那也是不可以抵免的 这些不可以抵免的 放在选择底中 把它选出来就可以 接下来来看 可以抵免的 第一个 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依照中国境外支出法律 以及相关规定计算 而缴纳的 那是真的缴了呀 所以可以抵免 第二个 缴纳的属于企业所得税性质的 是一个 而不拘泥语名称 人家国外的这个语言呀 或者是习惯呀 不同 人家可能并不是叫做企业所得税 这五个字不重要 不拘泥语名称 第三 限于企业应当缴纳 并且实际上已经缴纳的 那可以抵免 注意 可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若是税收协定 非适用所得税项目 或者是来自非协定国家的所得 无法判定是否可以抵免的话 那怎么办呢 用曾报国家税务总局来进行裁定 这个对象不可以 咱们来看题目 20年的多选题 依照企业所得税的相互规定 下来款项不得抵免 境内所得税税额的有什么 不可以抵免的 A 按照境外所得税法应该缴纳 并且实际上已经缴纳的 可不可以抵免呀 那这个是可以抵免的 B 按照境外所得税法律规定 属于挫脚的 那可以抵免吗 挫脚的 那就不可以抵免 C 境外所得税纳税人 从境外征税足体得到 实际返还的所得税 已经返还了 那可以抵免吗 那是不可以的 B选项 按照税收写定规定 不应征收的 那也是不可以抵免的 一选项 因少缴或者是持缴 境外所得税 而最佳的 质纳金或者是罚款 这也是不可以抵免的 这道题问我们的 就是不得抵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B C D E 四个选项 好 再往下 19年的单选题 他问咱们 能作为可抵免 境外所得税 税额的是谁 A 企业错误使用 境外所得税法 不应缴纳 而实际缴纳的 那你错误使用了 可以抵免吗 那是不可以的 B选项 已经免征的 那还可以抵免吗 那就不可以了 C选项 因少缴或者是持缴 境外所得税 而最佳的利息质纳金 罚金 那这也是不可以抵免的 D选项 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所得 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规计算而缴纳的 那是可以抵免的 这道题 问可以抵免的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此地选项 好 直接抵免呢 咱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最难的 间接抵免 这块也是可能会靠计算题的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间接抵免 首先 咱们需要去考虑 我们的子公司 孙公司 是否符合 间接抵免持股条件的判定 这里边有一个 20%的要求 那么这个20% 到底如何去进行判定呢 首先 咱们来说 我们子公司 孙公司 往下算 只能算五层 那第一层就是子公司呀 子公司 它要求 企业直接持有 20%以上的 部分 第二层 到 第五层 那就是 孙公司了 包括我们直接的孙公司 还有增孙 悬孙 来孙 是不是 那这四层呢 也要求20% 但是这个20% 是怎么规定的呢 看一下 单一上一层 外国企业 直接持有 20%以上 并且 有该企业 直接持有 或者是通过一个 或多个符合规定 持股方式的外国企业 间接持有 20% 这话 说的比较热 咱们一起来 分析一下 看看 我们境内的 A公司 它持有境外的 B公司 一定数量的股份 B又持有C 一定数量 C又持有D 一定数量 D又持有E 一定数量 E又持有F 一定数量 F再往下 就不算了 我们就算五层 B 这就是子了 然后CDEF 这就是孙了 最多就是算五层 那考试的话呢 它不会那么复杂 考试的话呢 它也就考你 三层 就不得了了 咱们会计算 这个实股比例啊 来看一下 第一层 这个B 它是否符合 间接地面 持股比例的要求呢 怎么判断 那就要求 AB大于等于20% 就可以了 就这一个条件 A 直接持有B 的持股比例 大于等于20% 就够了 然后 孙就不一样了 CDEF 它们的要求 要包括两项 看看 两项要同时满足 企业的关系呀 先来看 第二层 C 它要求直接上层 持股20%以上 也就是 BC 要大于等于20% 判断 C是否符合要求 要求 BC 要大于等于20% 光20%就行了吗 错 还要求 母公司直接 或间接持股20%以上 也就是 AC要大于等于20% 或者是 AB乘以BC 要大于等于20% 举个例子 比如说 AB 持股比例 50% B 持有C呢 是 30% 好 我来问你 这个C 它满不满足条件 那你看 BC 30% 大于等于20% 这个是没毛病的 但是 AC 大于等于20% 对吗 A 跟C A就不直接持有C 对吧 所以这个不满足 或 AB乘以BC 大于等于20% 你看 AB是50% BC是30% 那50% 乘以30% 就 剩下15%了 15%是小于20% 所以这个C 它符合要求吗 那就不符合 所以 这块 如果是30%的话 就不行 咱把它改一下 如果是50%呢 AB50% BC50% 可不可以 那就可以了 因为 50% 乘以50% 那就是25%了呀 所以这个条件 就满足了 假如说 这块是50% 那么C是符合的 再往下 看D 符不符合 也就是第三层 它要求 直接上乘持股20% CD 要大于等于20% 这 大于等于20% 假如说 这是80% 大于20% 那可以 并且 还要求 母公司 也就是A 直接或间接持股 20%以上 要求AD 大于等于20% 那A 它就不直接持股D 那这个条件 肯定是满足不了 或者AB乘以BC 乘以CD 大于等于20% 那来看吧 这50% 这50% 这80% 那就是 50% 乘以50% 再乘以80% 是否 大于等于20%呢 你看 这是25% 再乘以80% 刚好就是20% 是不是 说明D 也满足要求 如果D不满足要求 往下就不用算了 现在D 是满足要求 那假如说 D又持有E 是30% 那你看 这个E 还满足要求吗 那就不满足了 DE 大于等于20%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 它还要求 AE 大于等于20% 那这个不满足 或者 AB乘以BC乘以CD 这个刚才咱们算了 这个刚好就是20%了 你这刚好是20% 你再乘以DE 是多少 这30%呀 你20%乘以30% 怎么可能大于20%呢 所以肯定就不满足要求 所以往下 它满足要求的概率就更低了 这个条件 咱们会判断就可以了 知道这个20% 具体是如何判断的 它考试的话呢 它不会考你这么多层 它一般考你三层就不得了 咱们一起来判断一下 这个复杂的关系图啊 看一看 A 它持有B150% B260% B3100% 那你一看 这三个都是大于20%的 是不是低层的这三个 都是满足要求的呀 因为低层我们只需要 满足一个20%就可以了 难点就在于 第二层第三层的判断 我们需要满足两个20% 来看一看 C1满不满足要求 首先 B1 C1 这是30% 这个是满足要求 但是呢 我们还需要 我们还需要再去看 A 它要求直接或间接 持有C1 C1 20% 那 A B1 50% B1 C1 30% 50% 乘以 30% 是多少 50% 乘以 30% 那就是15% 15% 它是小于20% 所以C1 所以C1满足要求吗 那就不满足要求 这个就被 pass掉 再来看 C2 C2 首先 B2 C2 这是40% 那这个是满足要求的 但是呢 还要求 A B2 B2 C2 合起来 大于等于20% 那就是60% 乘以40% 是24% 那24% 是大于20%的呀 所以 C2 是满足要求的 再来看 C3 C3 首先 B3 持有它40% 这个条件是满足的 但是还需要 再去看 第二个20% 满不满足 第二个就是 100% 乘以40% 那合起来 40% 两个都是40% 都是大于20%的 所以C3 也是满足要求 最后一个难点 D 它满不满足要求呢 首先看 它单独的上一层持股 是不是 大于20%呀 这是50% 这是20% 这是30% 那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但是 A 直接或间接持有D 是否大于等于20%呢 我们需要来判断 因为C1 这块呢 已经断了 所以C1的这个持股比例 就不算了 那我们就只能去算 这两条线了 AB2 C2 D 和AB3 C3 D 看好了 C2 D等于50% 这个是大于20% 没毛病 然后AB2 乘以 B2 C2 乘以 C2 D 这多少 60% 乘以40% 再乘以50% 然后再加上这条线的 AB3 B3 C3 C3 D 那就是 100% 100% 乘以40% 乘以20% 合起来 刚好多少 是不是这边是12% 这边是8% 合起来 12% 加8% 刚好就是20% 刚好20% 行不行 行啊 我们要求是大于等于20% 所以我们计算间接抵免的时候呢 那A企业它间接负担税款就包括B1 B2 B3 C2 C3 D 他们直接负担的税款中 根据它的分配比例以及我们的持股比例来计算我们间接负担的税款 这个持股比例的判定大家要注意20%再回判断 接下来看间接负担税额的计算我们的计算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先去看C它缴纳了多少税 由B间接负担了多少 再去看B它讲到了多少 由A间接负担了多少 这块有一个公式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公式您记好了 你可以直接利用 但是呢 不建议同学们死记硬背 要注意理解把握 我们来看上乘A间接负担的税额 也就是A它间接负担了多少税呢 它等于本层B的利润10纳税额 因为B它在甲国它要生产运营 它要挣钱 那么它挣了多少钱 要向甲国政府来缴纳企业锁税 它的10纳税额再加上B预体锁的税 也就是源泉扣脚那个预体锁税了 再加上间接负担C的锁税 因为它会间接负担C的呀 加起来三者 乘以本层B的分配比例 B的分配比例是多少 再乘以上乘A所占的股份比例 就是上层A间接负担的税额了 注意三项税额 乘以加圈2再加圈3乘以一个分配比例 再乘以一个持股比例 就可以得到间接负担的税额了 先对这个公式有一定的感觉 然后咱们来做题 您分析清楚了 您分析清楚了 您就知道 来看两道计算题 第一道计算题谈的是我们第二层 这个C企业它是不符合间接抵免持股比例20%的要求的 第二道计算题谈的是第二层是符合要求的 我们一起来看 先来看第一道 中国居民企业A企业 对境外乙国B企业持股比例是80% 那你看A持有B80% 这80%它大于20% 所以B它就符合间接抵免持股比例的要求 B企业对境外秉国的C企业持股比例15% 那它要持股15%的话 那它小于20% 所以C还满足要求吗 就不满足了 所以对于C它所缴纳的税款中 我们B间接负担了多少还计算吗 就不计算 我们再看2021年经营及分配状况如下 换一 秉国企业所税税率是30% 秉国的C企业你看我们计算是自下而上的 预体所税税率是10% C企业应纳税所的总额是1400万元 享受抵免后在秉国实角企业所税是400万元 不考虑接预贴所的税 那就代表着税后是多少啊 税后就是1400减去400等于1000万元 他把这1000万元中的50%对外进行了分配 那也就是说对外分配了500万元呀 我们B持有它15% 所以我们能拿到是多少钱 那就是500的15%也就是75万元 这75万元作业是税前的 是不是要在秉国预提所税啊 预提所税率是10% 所以要预提的是7.5万元 所以税后到手是75减去7.5 这是官员对C的分配 接下来再来看 一国的企业所税税率是20% 预提所税率10% 并且一应纳税所的总额 该一应纳税所的总额中 也包含了投资收益还原计算的 间接税款 什么意思 其实也就是说 它包括从C企业分得的股息呀 这3600万元中包含了 享受第一年后 在一国实际缴纳企业所税是592.5万元 将全部的税后利润 对外进行了分配 第三 A企业企业所税税率是25% 其中来自境内的 一应纳税所的额是5000万元 整个题目是比较复杂的 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 A持有B80% B持有C15% 那B肯定是符合要求的 而C是不符合要求的 因为这个15% 它就小于了20% 接下来我们自下而上分析 C企业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1400万 交税交了多少 交了400万 所以税后还剩多少钱 1000 这1000万呀 它一半用于分配了 所以呢 我们B企业能拿到多少钱 1000的50%就是500 500乘以15% 所以我们B企业能拿到是75万 这75万其实是税闲的 要交税 要在秉国 源泉扣缴 一体锁的税 10% 所以是7.5 所以税后到手 多少钱 67.5万 接下来 B企业 它在乙国 它自己也要生产经营 得挣钱呀 它自己挣了多少钱 有说吗 没说 但是题目中谈到了 B企业一共 包含它取得的股息75 在内一共挣的是3600 所以它自己生产经营运作 它挣了多少钱呢 那就是3600减去75呀 也就是3525 自己挣的3525 加上它取得的股息75 合起来一共挣的是3600 是不是 咱就分析清了 再说 它自己挣了3525 那么在乙国 是不是按照乙国企业所税法的规定 它也得交企业所税呀 那交多少 交了592.5 这是题目中改的 针对它自己挣的这些钱 交了592.5 所以税后是多少钱 那就是3525减去592.5 税后到手2932.5 再加上它取得的税后股息67.5 所以合起来到手它一共多少钱 3000万元呀 其实咱们把整个的所得合起来 看看税前一共挣的是3600 交税交了多少 包括自己挣的钱交的税592.5 包括它取得的股息在秉国育体所得税7.5 合起来交税一共交的是600万 税后到手一共是3000万 是不是咱们就分析清楚 接下来它一共税后是3000万 全部用于了分配 那我们A企业能分多少钱 全部分了 是不是我们持股率80% 所以我们能拿到就是3000的80% 2400 2400是税前的 是不是还要在以国圆权扣缴 预体所得税10%呀 所以预体啊 240万 2400的10% 240 所以实际股息到手是2160 接下来 问题来了 它要取得到手2160万元的股息 它一共负担了多少税 那就包括它直接缴纳的 包括它间接负担的 直接缴纳的就是这240万呀 是不是 它从以国取得这个股息的时候 被以国圆权扣缴了 240 这是它直接缴纳的 那间接负担的呢 间接负担的其实就是 B企业 它缴纳的 它一共缴纳是多少 600万呀 咱刚算了 是不是 600万 包括它自己挣的钱交了592.5 包括它从C企业取得的股息 被原权扣缴 企业所税 所以 B企业 它一共缴纳是600万 把这两个合起来 这块要加一个0 为什么呢 咱们刚才讲的公式 是Q21加Q22加Q23过起来 乘以持股比例乘以分配比例 对不对 这块这个Q23是0 为什么呢 因为C企业它不符合我们间接抵免持股比例的要求 所以这块加了一个0 也可以不加 是为了让你清楚这个公式的套用 把它们三个加起来乘以分配比例 现在B节全部用于分配的 所以乘以100% 再乘以我们的持股比例80% 这样就可以得到A间接负担的税款480 看看A要取得十几股息 2160万元 它直接缴纳税款240 渐渐负担税款480 所以合起来总的负担税款是多少 那就是240加上480 合起来是720万元 简单的说 就是它要取得这个股息2160万元 它一共负担的税款720万元 好了 咱们分析清楚了以后呢 看题目就简单一些了 第一问 下来关于A企业自用外所得 抵免税额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什么 有选项 B企业符合间接抵免的条件 符合呀 它大于20%就符合 B 符合间接抵免条件中的持股比例 要求大于20% 这个也是对的 C C企业符合间接抵免 符合吗 C企业不符合 D 符合间接抵免条件可按规定享受抵免优惠 那是当然了 所以这道题问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C选项 第二问 B企业从C企业分得的股息缴纳 预体所得税是多少 这个咱们刚才算了呀 预体所税是7.5万元 第三问 A企业从B企业分得的股息 间接负担的 可在我国应纳税额中 抵免的税额是多少 问间接负担了多少 刚才算的是480万元 这块就是 B它实际上缴纳的乘以 它的分配比例 再乘以我们的持股比例 因为这块分配比例是百分之百 所以答案总就没有乘 大家注意就可以了 第四问 来自以国所得全部可抵免 是一个是多少 全部的可抵免是什么 那就包括直接抵免 包括间接抵免 所以合起来是720万元 咱们就算出来吧 答案是4D现象 好了 看看这道题目 大家清楚了吗 是不是根据咱们的分析 这个方法 一分析 你就清楚一些了 我请不吝点赞 访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